三個女子團體 有一個坐在商務艙 另外兩位團員 坐在最後一排的中間的經濟艙 只有商務艙 聽說不是很和睦啦 我就問靠窗那位小姐說 請問是陳小姐嗎 她這樣子才知道啦 我是妳的 偶偶以前在Surf那個 商務艙的時候 那因為你知道那個艙單下來的時候 都是英文拼 都是羅馬拼音嘛 你也不知道說誰是誰 有時候是 不知道男生 女生 我曾經Surf過一個 坐在靠窗的兩個位置 一男一女 然後我的商單上是李 靠窗的是李 靠窗的是陳 對不起 陳 然後靠走道是李 我就問靠窗的走道那位小姐說 請問是陳小姐嗎 好 她這樣子才知道啦 我是李 她覺得我應該認識她 後來我也覺得 我應該要認識她才對啦 因為她還滿紅的 而且她戴了墨鏡這麼大 只是她沒有戴那個玉蘭袖套 就是那種遮得很嚴密 很遮 我為什麼知道是女子團體 是後面妳也跟我說 是因為 她們三個女子團體 一個人 妳 快逼出來了嗎 逼出來了 我們也可以猜猜看嘛 猜猜看嘛對不對 這樣我不會回答 然後 有一個坐在商務艙 跟她的經紀人坐在商務艙 另外兩位團員坐在 最後一排的中間的經紀艙 怎麼會這樣 而且我後來下機才知道 我就看到她們的海報了 她們是要到 SINNING去開演唱會的 對… 後來聽說不是很和睦啦 我想看這個樣子也不會太和睦啦 那妳根本就呼之欲出了 真的嗎 真的嗎 OK 沒有 她是少女時代啦 對啦 真的啦 但妳叫錯她們 我在飛機上 我這種大熟人 人家也會叫錯啊 那個 趁 咦 咦 這樣 但是我們 叫不出來 突然叫不出來 對 叫不出來 它上面寫的是比如蕭 蕭 比如是蕭 然後我坐在這位 蕭先生 蕭 不對 你不是姓蕭 尷尬了 這時候變成 他如果沒有叫出我的名字 我自己講也怪嘛 對 妳在想 妳在想 幾個字 第一個字 幾個字 有沒有 有沒有 聽到 聽到 不過說請 不以為我嘛 就是那種半平咬 要我們不紅的才擔心人家 不認識 那就是這樣 因為這樣 幹嘛在乎咧